邪教应该有 然后你要怎么样的文化 东方文化我们有 而且我们曾经是英国殖民地 那么就是以英语圈为主的那些 所谓的西方思想 我们也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所以在这个角度下 相信美国也已经注意到了 因为如果是讲我们从911过后 故事时代那个时候的五角大楼 他们的想法就是说 如果你不站在我这边 你就是敌人 可是他现在了解到 其实尤其是奥巴马 他曾经在印尼长大过的 所以他也了解到 东西不是说只是黑跟白还有灰的 所以他现在开始注重到 因为你如果能跟我国配合的话 那么你可以了解很多亚洲国家的 所有的思想 所以刚才返回来 这一点是我国很重要的一个特色 可能我们刚才在讲说 Malaysia truly Asia 基本上我们在讲的是就是旅游业 但是其实呢 这一句话也可以反映就是讲说 其实如果你认识了解马来西亚的话 你其实可以蛮了解整个亚洲 那么在这一方面呢 我想马来西亚就能够变成是西方世界 包括美国跟伊斯兰界的这个所谓的一个桥梁 所以我想这个沟通的桥梁 对双方面都是非常重要 而且不只是还加上中国 就是我们的中国文化那边 作为一个沟通的这个桥梁 我是觉得如果在马美关系方面肯定的是 区域安全跟反恐是占了相当重要的地位 对对 比如说奥巴马就公开肯定了大马通过这个策略贸易法案方面的努力 因为对美国也是相当重要的 是防止 克止 原料 种石 扩散等等原因 第二就是我们必须了解 东南亚有多大两亿的穆斯林人 人口 有印尼 大马 还有泰南 甚至菲律贝南 这除了其实除了大马之外 印尼 泰南 或者是菲律宾南部都面对叛乱或类似动荡的局面 所以反而就显示出大马的重要性在这方面 在反恐方面赫兹这种恐怖分子活动 扩散方面的相当重要的地位 对 那么就在这边其实有一个问题 是请教各位 很多人都在关注的是说 马来西亚这一次跟这个美国建立的这个 这么加强的双边的关系之后 在这个区域上面这个马来西亚的这个地位 国际地位是否有所提升 而它在这个地位是否可以扮演着更加吃重的这一个角色 我想基本上 当然马来西亚本身在这个区域 就是所谓的东南亚 它站着就是蛮重要的一个角色 那么现在当然当我们跟美国的这个关系呢 变得更加好的时候呢 那么西方世界在看马来西亚的时候呢 就不再把我们当成只是 就是一个所谓的回教国 这样的一个地位 其实马来西亚目前它扮演的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就是讲说是西方世界跟这些回教国家的一个桥梁 那么当奥巴马他自己本身就是认同这一点的时候呢 当然我想马来西亚在国际上的这个地位呢 将会提升 是是是是 好马上呢我们就要来进入我们今天的最后一则广告 那广告之后我们当然还会继续的讨论今天这个课题 当然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观众朋友们呢 永远的打电话进来 呃跟我们一起来讨论今天这个课题 那如果想要表达您的意见的话呢 我们今天的两条热线是032828578 还有032828579 广告后见 我们在广告回来过后再见 更多精彩的内容 资讯过后继续给你送上 欢迎回来你怎么说现场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来大家讨论一下 应该是是关系到每个人都很想知道的东西 在美国跟我国建立了这一个更加密切的关系之后呢 我国的人民普通上会享有怎么样的这个便利呢 没错 是否是出境美国 入境美国的时候呢 会获得比较特别的优待 或是根本不用申请这个签证 对不对 这个就别提了 因为我刚刚才被拒绝了 好的 徐律师 我觉得 不只是国与国之间的交流 人命人命之间就是相当重要的 不论是教育上文化上等等方面 必须要人才是更长久的 不是在虚幻的一个国与国之间的交流 不如我想说 近处近处方面的便利 当然我们要看美国方面对国家安全的考量 对对 那方面是完全是站在他们立场 看他们怎样能很严厉实的情况 是 不过我想如果 美国当局或者是五角道楼 他们比较认识马来西亚 那么不把马来西亚呢 跟只是回教国 或上等号 对对对 那么也很多人把回教国就看成是跟恐怖分子 有没有这样的关系 所以我想 这一次首相之礼呢 我一直在强调讲说 重新介绍马来西亚 让美国人更深一层的认识马来西亚 这种多元种族 多元宗教的这种国情 那么我想他们在处理各项对马来西亚 这里所做出的申请 不管是所谓的这些签证方面 这些我入境方面的这些东西 贸易方面的东西 我想都应该会来的比较顺畅 对对对 其实除了背景文化也许会成为就是 这一个发展的一个障碍以外呢 不晓得潘先生觉得说 还会有 就是在这一个马美的发展中 还会面对哪一些障碍吗 当然最重要的障碍就是说 互相还不完全的理解对方 那么要如何促进这个呢 最主要就是说 大家的那个通讯跟资讯 要比较全面化 也不然的话很多时候就是 两方面都只看到 大家所要表达的一方面的 另外一个比较负面的 还是比较正面的呢 完全没有达到对方 就好像刚才讲到签证问题什么 我个人的经验是 进出入美国从来没有面对问题 这就是我个人的问题 我们也听到很多人说 一去到就已经被赶回去了 对对对 还是什么 我有朋友去了之后 就被他拉 被移民厅拉进去 温化了数个小时啊 也是有所以 所以这些就是这些 变成这种负面的 变成很大的 其他大家就变成有一种 比较负面的看法 对对对 所以这两方面都要大家互相的 正面的 对对对对对 我想大家要看的是 比较全面的东西 对对对对 而不是只有某方面 就是可能被拒绝成 就觉得说对方不好 对对对对 我就觉得在这个促进两边关系呢 其实除了是两国的这个配合之外 这是国家 就是例如说马来西亚的国民呢 他们在是否是祝福 或是他们是否赞同我国 就是跟美国发展的这个关系 更加密切 在这方面 是否会有怎么样的一些障碍呢 徐律师 我个人认为 基本上有两个问题 障碍过程的方向 第一就是我觉得巴勒斯坦课题 其实在马来西亚一个回教徒 在多多数国家 始终都有一点点的争议性 比如讲说 我们一般上我们的马来同胞 回教徒同胞 都有那种巴勒斯坦情意解 对 对 同一方面 你要考虑美国那边 有伊斯坦情意解 对对对 在两块基础缠在一起 从不时不时就有发生误会 群绪化 我觉得在这方面 大家必须要冷静下 理性 以互惠互利的角度来看 但另外一个 重要点就是美国 复活为世界一个大国 对对对 即使到现在为止 中国的攫取 欧盟 巴西 不过他们还有单元主义 那种老大哥的心态 世界警察 老大哥的心态 牛仔 搞破的心态 他们总是以自己为中心点 嗯 在这方面就发生出那种 先法制人士的反恐 对 外交形态 对这种 如果他一直不去除类似心态 多多少少一定会引发我们 那么我想在促进双边贸易方面呢 当然马来西亚人 不管是哪一个利益团体都好 他都应该要比较有开放开明的这个思想 就讲说双边贸易怎么样会长期为我们带来好处 对 而去忘记短期的所有所谓的枕头 对 好马上呢 我们就要来给大家揭晓今天的民调调查的结果 今天的问题呢是马美关系大跃进是否能够提升大马在国际上的地位呢 那么我们获得的这个民调的这个总结成绩呢就是71%认为是可以的 嗯 那么29%认为是不能够的 嗯 好的 我们来让潘先生来来告诉我们一下为什么 你觉得今天这个结果是你预料中的吗 啊 第一